第三十三章 相互探查 死神摇身一晃 已经化为一缕烟云般消失了 时间不长 一道身影也出现在他们这边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冰火魔除荣念兵 柔和地风卷住他的身体 令他看上去充满了清零的味道 荣念兵向五位神王微微汗手致意 然后目光就落在了那串佛祖舍立之上 既然是标志物 自然是只能看不能触碰的 荣念兵目光灼灼地看着那串佛珠 足足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微微汗手 沉声道 我明白了 说完这句话 他毫不犹豫地立刻反身就走 没有丝毫地停留 因为当他返回到斗罗神界那边的一刻 也就意味着这场众神之战的开启 另一边 阿呆在虚愚之间 几乎是和荣念兵同时抵达的对面 当他看到那座闪烁着九彩光芒的高塔时 不禁眉头紧促 这座高塔本身不算什么 但最为重要的是 它的防护非常强 就算是神石也别想探查到分毫奥妙 所以 在仔细注视 并且用神石去扫描之后 它却是一无所得 而这个时候 它已经感觉到荣念兵快要返回到了 不敢怠慢 立刻翻身就走 否则的话 一旦荣念兵归来 他就要面临至少五位神王的攻击了 冰火魔除荣念兵和死神阿呆 几乎是交错而过 毫无疑问 斗罗神界这边更快地启动 唐三流在大本营 身体缓缓悬浮在空中 目光平静地停顿在那里 就像他之前所说的那样 在斗罗神界这边 他并不是开场参战的五位神王之一 而是作为替补 作为替补 随时都可以去接替一位神王的位置 而那位神王则需要立刻脱离战场 被接替者在和接替者击掌之后 必须要返回大本营 然后才能再次换人 从大本营出发 一共三条通路通往对方的大本营 无疑 中央的通路最短 两侧的通路要长许多 荣念兵返回之后 斗罗神界这边 五大神王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行动起来 中央一条路 善良之神烈焰 邪恶之神机动迅速启动 前压 左路 冰火魔除荣念兵 右路 赫然正是大力神周为清和情绪之神霍宇浩 这个策略显然是早就已经制定好的 五大神王同时向前推进 迅速前行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死神阿呆也已经返回到了大本营之中 将自己看到的情况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长弓微眉头微醋 先不考虑这些 全面应战 就算是他们的标志物有特殊性 那也需要在他们拥有足够实力的情况下 挡得住我们才行 否则 人权被淘汰 他们也是输 我为替补 盯住唐三 其他按原计划进行 长弓微一声令下 其他五大神王也行动了起来 中路 秦帝夜阴烛 左路 天地天恒和狂神雷祥 右路 死神阿呆和先帝海龙 保持着二一二阵型 六大神界这边也缓缓向前推动起来 七大神界的观战者们 从双方射出信号那一瞬间 所有的视线就都已经集中在了古神遗迹之上 每个人的心情都不由自主地被牵动 因为他们都明白 这场曠世之战就要开始了 唐三和长弓微因为距离遥远 又有山川地形的遮挡 彼此之间是看不到的 而且神石在这里也同样受到影响 没办法直接探查到对方的情况 但是 同一方的神王 是可以通过彼此联系来得到情况的 所以 双方的大体状况还是能够得知 原本六大神界这边 作为替补的并不是长弓微 他这也算是临时辩证 因为他必须要盯住唐三才行 毫无疑问唐三才是斗罗神界真正的核心 霍宇浩和周围卿迅速前行 两人沿着右路快速向前 一边急行 周围卿一边低声向霍宇浩说道 宇浩 你选好地方之后 立刻告诉我 我给你放风 霍宇浩微微一笑 道 地方早就已经选好了 作为先发的武神之一 真正的核心并不是拥有神王层次的激动 烈焰 而是霍宇浩 原因很简单 他有着与众不同的神识 或者说是与众不同的天赋 在整个斗罗神界之中 如果单纯地比拼神识 没有任何人能够超得过霍宇浩 当初 在斗罗大陆的时候 他先天觉醒的武魂是什么 灵谋 不只是眼睛 更是心眼 而且 霍宇浩虽然没有超神器 可他在斗罗大陆上自创魂灵体系 作为魂灵存在的鼻祖 他的魂力又是何等强大 单论个人战斗力 霍宇浩的实力比神王也差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 他有统一全场的能力 额头上 一道金线缓缓裂开 化为一只树眼 顿时 在霍宇浩的精神世界中 思感迅速蔓延 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他视觉中的一部分 如同三维立体一般 展现在他脑海之中 古神遗迹可以限制神识 但却限制不了他的灵谋探测 这可是神级的灵谋探测 大范围的情况瞬间就在他的注视之中 就像是天空中多了一只鹰眼 俯瞰全场 首先出现在灵谋探测范围内的 自然是斗罗神界这边的其他几人 距离最近的周围青 首先被霍宇浩连接在一起 在周围青的神识之中 顿时被共享了霍宇浩感之中的一切 同样的三维立体图像 呈现在他脑海之中 紧接着就是中路的烈焰和激动 两大神王也各自被连接上 完成了灵谋探测共享 最后是在左路的熔念兵 五人通过霍宇浩的灵谋探测 瞬间就被连接在了一起 唐三之所以选择三路战斗 而不是中路的双方全部神王直接碰撞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霍宇浩的灵谋探测共享 灵谋覆盖的范围足够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大家距离很远 但却依旧是五维一体 关键时刻能够轻松地调动 可以说 在他们每个人的脑海之中都多了一幅小地图 能够清楚地看到彼此所在的位置 也能关注到彼此的情况 这样一来 支援起来就要轻松如意的多 自然是占据了上风 六大神王那边论单体实力平均 毫无疑问是全面压制斗罗神界的 但是这并不是一对一的战斗 而是团战 团战之中什么最重要 配合 还有意识 当意识被灵谋探测共享取代之后 一切就都对斗罗神界这边变得容易得多了 除了他们五位神底之外 灵谋的探测网络也同样连接在大本营的唐三身上 让他也能够纵观全场 在完成了本方的联络之后 灵谋探测网络全面朝着对面覆盖过去 唐家三少 祝 感谢